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現在是全職議員 你在空餘的時間 還有沒有做電影的工作 在2007年之前 我還偶爾有拍廣告 拍大陸的劇集 有自己投資拍電影 在2007年之後 那次是第三次區域選舉 經過那次之後 我就沒有再拍電影了 因為地區的工作多了 始終我是獨立議員 人家有政黨付出的時間 譬如說付出八 可以達到十 因為有黨在後面被迫 但我們獨立的 就不會有事情自己去做 譬如包括區域大會 你有什麼要談 你一定要找資料 去做文件 甚至抗議也好 示威也好 為反應意見 你也要自己做示威牌 或者做背幕 如果你有黨 黨的工作人員幫你 甚至背後的資料 可以幫到你 但我們就要自己去做 所以要用時間多了 如果有時間 你也會繼續做電影工作 只不過是你沒有時間 可以這樣說 是的 其實我知道 因為我都錄電影 其實你拍一套 要知道資金都很龐大的 我很想知道 你怎樣籌其 怎樣籌其 怎樣籌其 我記得在我拍第一套戲的時候 當時由於我推銷劇本 因為我在做導演之前 我已經幫很多電影公司 做執行導演 包括彪楚心 張文玉和吳君渝 還有張堅挺的導演 雖然張堅挺是做導演 但很多事情都要告訴我 然後他都在現場 他就做執行 然後我就執行 怎樣拍 甚至拍到《孟方的童話》 導演亦都告訴我 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我就拍完了 今天我拍阿菲亞基 和梁朝偉一套 然後再拍《知識火腿》 然後穿梭時空衛小寶 梁朝偉 葉玉興 去北京拍九年 我上來做導演 但我也是執行導演 亦都簽了策劃 變成我已經在行政方面 我又理會 現場拍攝 我又做了 因為我都是副導演出身 我看到 如果有一天 我自己要去推銷拍 找老闆投資這部戲的時候 是相當辛苦的 因為在我做策劃的過程中 我看到很多導演 去移友公司 和張堅挺推銷劇本 然後拍一天一年兩年 都未必開得成 好像有一個叫做 《救命宣悅》 林丹陸導演 就和寶和拿著劇本 是講醫者 父母心 醫德的事情 去和寶和談 一兩年都沒有人肯開 到最後終於開到 拍完套戲之後 可能大家辛苦一段 我幫他做副導演 很辛苦開了 但套戲一收得 當然開心 就繼續開 不收得 就沒有了 可能導演的生意 都打了折扣 打了移民 所以我知道之後 將來我做到導演的時候 將來我做到導演的時候 推劇本這麼辛苦 我一定會自己投資 因為今天我知道 如果你幫人打工 你永遠都是拍這套戲 你多少工資 就完了 但你做片主 才真正可以擁有這套東西 可以自己說完事 拍你自己喜歡拍的東西 我記得我拍了兩套戲之後 我就自己投資拍戲 我記得當時的投資拍戲 我行了一個很險的工作 很險的東西 拿一層樓去按 去拍 我記得曾經讚我的人 就是劉偉強 是對的 富貴險中求 自己要打掉血爐出來 只有劉偉強一個人 我以前的老闆 林德錄還有邵氏的王家熙 不是吧 我以為你有老闆 我就自己拿一層樓去按 拿到盡 有賣否 我都熟 那我就跟海外聊 聊聊聊 之後就賣片花 然後就投資拍了 就是這樣 我想問一下 拍到戲 雖然很龐大的資金 那如果給你選擇 你覺得在香港開拍到戲 和在內地開拍到戲有什麼分別 因為譬如內地很多限制 可能太偏激的話題 他又不會審評到給他出去 但香港比較自由 但香港地方比較少 和資源都比較少 如果給你選擇 你會在哪裏拍一部戲 其實不是 可能你有點誤解了 在內地拍到戲有一個制度 他就說 當你要寫了一個故事大綱 可能是五百個字 或者一千個字 寫完之後 你就拿這個故事去審 審完之後 他過了故事 你又要再寫劇本出來 寫劇本之後 你再給港電局審 審完之後 他才給你准許拍攝 那你拿到這個準的拍攝 你才去找廠 找老闆 你才可以去拍 跟香港有不同 香港你拍的 其實任何戲 你表面上好像沒有審查 一樣有審查的 但又放在尾部裡 即是你開始要用拍套戲 你量了劇本 你自己過了 老闆給你拍了 拍到最後 你會想說 拿電檢紙一套電檢 他不給就糟糕 他不給你 更糟糕 他沒有了 錢 錢錢錢錢 所以為什麼香港到最後那一關 我記得我拍一套老闆妹 叫做當時的社會問題 是拍那些 為什麼會有那些女生 那些男生出外面 不回家 然後吃麻煩 吃那些 那時候叫做什麼 拼頭丸 那時候 還有那些男精力 那些什麼 就因為 1995年我們香港的環境 大陸是第二次開放改革 很多人在大陸打工 放下子女 就給非玉 或者阿嫲 或者婆婆 臭 所以就出現了社會問題 那我就拍一套電檢紙 我記得拿電檢紙的時候 要我修改了三次 當時我記得 我看到文俊 寫影評寫什麼人 我說這套電檢紙 不行 但我說不是一定行 因為我堅持我行 接著去到電檢紙 要我剪些 剪些 好我盡量滿足她 剪些剪些 我再拼 拼完之後再給她看 她就說不行 我說這個是事實 不要說不行 我記得我上了五夜場 文化中心 打電話 透過電檢紙 找到我 這套電影不行 你在我們文化中心外面拍 為何可以拍到這裏有 印巴人強姦少女 我說這個是事實 我說這個是事實 我只是說事實 再到粗口又不行 我就跟她爭拼 其實我覺得內地 她在你拍攝之前審查你 她又不想你浪費資源 在正面來看 她不想你浪費 你浪費了無謂的時間 你在之前沒有浪費時間 你不用錢 你只是跟我編劇 跟導演 或者跟老闆 三個研究而已 不用花多少錢 但當你拍完之後 去審罪 來修改 是很大工序的 我記得拍完之後 有一套好像 芝屎火腿 梁朝偉和 張偉健 修改到電檢似 吵架 這麼吵 然後回去又重新 因為在後期你修改的時候 你拿一套copy去電檢 然後他又幫你講 第幾段 第幾本有問題 哪裏不行 一出來四五十條 你回去馬上剪 拼下去 不行 跳 或者音沙 你又要重新做 Final Mix 甚至重新配 甚至不行 要找片 再補分下去 再印片 再拼下去 那程序很複雜 所以 那我想問一下 你拍那套老闆妹 那它算是 一套低成本的製作 那套很低的 我拍了九十萬 但後期用了四十萬左右 即是八三左右 但票房一千三百多萬 哇 那我想問一下 你對香港現在 香港現在普遍有很多 低成本的電影 流出了很多 都拍攝 低成本的拍攝 低成本的是什麼 電影 我想問你 對這些電影有什麼看法 你覺得 會不會 一定不好 還是一定不好 即是你意思是說 現在的低成本電影 對 香港很少有 現在最便宜都要八百萬 是的 但還是本土那些 即是 最近那一套 《一路向西走》 或者什麼 《低俗喜劇》 《一路向西走》 做了一套什麼 《低俗喜劇》 《繼續喜劇》 《繼續喜劇》 《低俗喜劇》 那些都要接為八百萬 但是那些的風險 比較大 香港一不收就沒有了 因為你去到 譬如現在海外 是不買片的 是不買片 以前新加坡 馬來西亞 台灣 泰國 那些跟你買片 現在都不買了 為什麼會不買 為什麼 因為香港的電影 已經不是真正代表你 中國電影 對 加上外地 現在要看一看大片 有些喜劇 例如《一路向西走》 或者《愛野舖》 是夠地區性的 在香港看你們 有那個感覺 但你去到台灣看 未必有 然後你去到新加坡 未必有這個感覺 你覺得中國電影 有什麼好與懷 和和香港比較 香港人有什麼好與懷 香港電影 電影好與懷 不能夠一概如論 很難說 因為不等於 每個人的看法 看電影 或者看一本小說 或者看一段新聞 都可以在不同角度去看 只是拍一部電影 你要講到這個主題 清清楚了 主題是說什麼 裡面有帶出什麼訊息 是清楚的 故事可以 我意思是現在現時的trend 潮流現在的電影是怎樣 就是流行什麼戲 現在香港的電影和中國的電影 是否比以前已經沒有那麼好 你覺得香港電影是否下滑 而中國是否在蓬勃 開始 好像不可以這樣說 因為現在大家海外認同 就說中國電影 香港只是中國電影裡面的一部分 就不同於以前 以前就說 看中國片 香港 現在已經不是了 現在大陸已經可以代替了我們 我們只不過是屬於他們 中國電影 就沒有跟以前不同 於是代表華人電影就是香港 以前代表華人電影就是香港 但現在代表華人電影就不是香港 包括內地、台灣、香港都是中華電影 我想問你對香港電影前景有什麼看法呢 前景一你說不 你說好像沒有 又不是 有 因為內地的市場很大 內地的市場很大 內地也都是近一兩年 近十年已經開放到很緊要 最近也繼續開放 以前有一個叫做隱進片 協拍片 甚至跟大陸的全資大一模 你香港人拍的片都可以進你 你香港人可以進入裡面成立電影公司 自從有了攝影機之後 那個開放尺度很大 我們今天也多謝羅先生 上次所有的訪問 很開心 講了很多關於他自己的 和電影的看法 是的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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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